澳门中华总商会青年委员会主办 中国银行澳门分行独家赞助的澳门青年创业家许大奖2015 目的是发掘成功的澳门青年创业家分享创业经验 鼓励本澳青年奋勇向前传递正能量 活动筹备一丝不苟从前期委员会前往香港 向举办多届青年创业大奖的香港青年协会借鉴经验 学习交流 报名期间更获得众多澳门青创企业踊跃支持参与 我们在今次的比赛也收件了90多份 涉猎的行业也相当多 也有互联网 也有传统的零售 餐饮 影视制作 文创等等都是有涉猎到的 历经重量级评判团的两轮近50小时筛选 从近8家澳门年轻企业中选出十多间进入最后阶段面谈 通过面谈 各评委案其专业领域向入为青年企业家进行全面审视 在三日的面谈过程中经历层层选拔 通过评审团多次激烈讨论和谨慎评分 年轻企业们带着自己的创业理念和经营心得 一路过五关 斩六仗 最后八家获奖企业和八家获家序企业终于出路 创业好像打仗一样 其实很多时候打仗会有赢有输的 一场仗输了不要紧 下一场又会继续来 我觉得创业第一件事 我觉得先不要想赚钱 你要先想自己怎样去值钱 心一定要静 一定买的产品 一定是真的 创业最重要的是意志 我开始创业的原因是因为我不信 一定要当她是自己女朋友一样 要有少少梦想和有少少傻气 一决定要做就一定要坚持下去 就算开头不是大成功 非常之困难 如果你捱得过的话都会有成功 澳门青年创业加许大奖2015 澳门青年创业加许大奖2015 耶 今天金、银、铜、三个大奖 和其他得奖企业即将诞生 各位嘉宾 澳门青年创业加许大奖2015 现在开始